这个语言呢就是一种钢的视觉语言 咱们方咱们联系到什么 联系到钢铁非常坚硬 那么圆呢联系到皮球 给人一种视觉语言呢就是柔的视觉 那咱们在画牡丹花的时候呢 也应该强调这么一点 要求啊方圆结合 画的时候呢牡丹花铜一般的都是圆的 但是在这个圆的里面 从方的变化 这样画出来呢 就有一定的这个 这是画牡丹的这个花头的第二点 第三点呢 因为咱们常画的花头啊 都是侧面的花头 这是按照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呢 就是最常见的是一个侧面的角度 侧面的角度呢 咱们在画之前呢 因为它就有一个套式的变化 所以在画之前呢 我就画了这么一个图 这样理解一下 咱们理解一下呢 这个牡丹的花头这个关系 侧面的关系 这个就是一个碗和盘子的关系 包着这些花瓣啊 就可以理解成一个碗 这么包着 没开开的花瓣 就是包着的 开开的花瓣呢 就理解成一个盘子 因为这是一个侧面看的 所以大家有这么一个概念以后啊 这样画起来就非常方便了 是吧 把这样表现起来 那变化呢 也就是在这里求变化 什么变化呢 这个瓣大点 那个瓣小点 或者这个瓣长点 那个瓣短点 无非在这里呢 求一个透视的变化 所以大家呢 在画的时候呢 先理解一下这个 这个牡丹花的这个特征 最后一点呢 就是注意花头的以润为主 咱们中国人欣赏习惯呢 一般的都是比较润 在画画头都是注意的几点 具体怎么画呢 下面我就给大家画一画 大家呢再看一看 具体去应该是 怎么在这个几点的基础上 去灵活的运用 下面我就画一画